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愿意天天出到营外来经历你 因为我们是与你同心 同行和同工的 主啊求你来开启 主啊也求你来带领 让我们在营外的生活中都能够见证主 传扬主 我们都能够是得胜的 是与主一同受苦 一同得荣耀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请看一下今天的核心经文是 西伯来书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 请我们一起来读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 就叫身子被烧在营外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们今天的核心的经文是第十三节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在大部分中外版本的圣经翻译中间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有更加明确的简单的翻译 比如说让我们出到营外去找他 让我们去找营外的他 让我们出到营外到他那里去 或者是让我们出到营外去找到他吧 所以意思很明确 主在营外 我们在营外可以找到主 这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样 要特别注意 我们很多人认为主只是在漫内等我们 当我们去营外生活服侍的时候 就失去了主的同在 需要回到漫内才能找到主 但是这里要纠正我们的这个想法 主是在漫内的 主也是在营外的 因苏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不只是常常地祷告 避开人群 亲近天父 同时在更多的时间上 他是在人群中行走 工作 生活 服事 医病 赶鬼 传福音 受苦 最后受死在城门外 而主耶稣一刻也没有失去过 神天父的同在 耶稣在升天以前对他的门徒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凡我所教训你们的 都吩咐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主耶稣知道他的门徒 都很宝贝他的同在 那耶稣即将要升天 离开他们了 门徒到哪里能够找到他的同在呢 耶稣就提醒说 当你们去的时候 所以你们要去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所以这里对我们是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基督徒不仅要来 我们要先来 要来到主的面前得救恩 来到主的面前来享受 曼内主的同在 来到神的脚前 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也应当去 到营外的生活中去 到服侍中去 经历神的同在 后面一句话就讲到说 我们不仅要去 还要怎么样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忍受这个词 英文的翻译就share 就是分担 分担他所 耶稣所受的凌辱 为什么呢 前面一句讲到说 因为耶稣 他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所以原来我们的主耶稣 万王之王 今天在天上得荣耀的 而他在地上的时候 是在城门外受苦的 所以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 今天这里说 也当 就是so 就是所以 我们也当 we should 我们应该 所以今天我们出到营外 是应该的 我们在营外受苦 也是应该的 所以主耶稣今天在天上得荣耀 我们作为主的心腹 作为他的 仆人 祭司 主盼望我们以后 同他一起得荣耀 但是这条通往荣耀的道路 要走跟主一样的道路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就告诉我们这条道路说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那么 营外的生活 可以大概的分做两个大部分 一个是我们在社会上的生活 一个是在神家中的生活和服饰 本来我是放在一篇就讲完 但是当我在默想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觉得有很多的内容需要重视 所以我们今天只讲 营外生活里的社会生活作为中 下一次我们特别地讲 营外生活里的神家的服饰作为下 那么一个基督徒 在营外的社会的生活中 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 一个基督徒 第一 要过有见证的生活 以福所书四章一节说 既然蒙昭 行事为人 就要与蒙昭的恩相称 也就是我们要活出福音 有时候 我们会听到非基督徒的朋友说 某某某还是基督徒呢 他做的还不如我呢 这是一个德行上的评判 我们当然知道 这样的木道朋友 他还不太明白说 做基督徒不是靠着好行为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本质的区别 是你是否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拯救 好行为不会使你得救 所以一个非基督徒 他的行为再好 不能够使他得救 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需要有好行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信徒所行的义 进天国的义 才能跟我们蒙昭的恩典相衬 当我们说出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 世人一定会看你的行为 看你有没有活出你所说的福音 你的言行怎么样 你的品德怎么样 你遇到难处痛苦的时候 是什么态度 你是不是一个有力必争的人 你对待你的配偶孩子 是什么态度 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雇员 一个守法的老板等等 我们的生活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一定是在为主做见证 只是你做的是好见证 还是坏见证 以前我在国内有个同事 他出国出差一年的时间 他回到公司 他说我在国外已经受洗信主 我是个基督徒了 那我们同事之间 就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了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 所以他在他的工作中间 工作的分配 利益等等的上面 都是表现出极度的 这样的一个自私 所以让很多人 都看不上他的品行 所以以至于 我后来有一位同事就说 如果这样的人上天堂 那天堂我就不去了 所以这是很令人警醒的 很令人心痛的话语 当然基督徒不是完美的 但是这个生命的改变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 在真实的改变当中 要不断地被神光照 不断地改变 有一位弟兄前两周 在恩高聚会里面分享说 当他最近为洗年即将来临 来悔改 来预备的时候 来求神光照他的时候 主就感动他 要为他在上班时间 上网办私事来悔改 我一听他的分享 我想 哦 这个可能不少的人 包括基督徒 包括我自己以前 在上班时间 有的时候也难免 好像做一点私事 觉得哎呀 好像也没有什么 很大不了的 没有很影响 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啊 其实当神光照的时候 确实就是在偷取老板 付给你工资的这个时间 有一位姐妹做见证 她说她以前去美国买东西 回来过海关 不是常常都很诚实地报关 她还觉得自己还是挺聪明 挺幸运的 也没被抓住过 后来信住以后 再这样做 她心里就不平安 她就开始诚实地去报关 她说虽然人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还有一位姐妹 她做见证说 她有一次坐天车 她忘记买票了 神就提醒她说 你该下去补票 那她一想 我还有两站就到了 但是圣灵就在她心里责备她 不放过她 那她就最终 她就顺服 她就下去补票 然后又重新上来做 她就感受到 神对她的回应是很喜悦 她说如果在过去 忘记就忘记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而且我也不会那么巧 就被查到 但是现在呢 她这样做 不是因为她会不会被查到 而是神既然提醒了 我就要去做 就是从内心要做给神 不管人知不知道 所以这些事情呢 是我们生活中一些真实的 生命改变的一些见证 这些细微的事情 其实在小祖分享的时候 这些小的见证 是很能够打动人的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 讲到天国的法则的时候 其实都是落实在一些 很细小的生活中的事情 我们的好见证 也是从这些小事开始 当我们在教会里呼求说 主啊 求你 我们要圣洁 求你帮助我圣洁 那神就会光照这些 生活中的小事情 当我们说 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首先要从 以前的犯罪 败坏 世俗的标准中 出来 活出神正直的标准 讨神喜悦的生活 如果我们忽略这些 神在小事情上面的 光照和提醒 就会对圣灵的提醒 越来越不敏感 就会成为在教会 特会中显得 特别的属灵 但是回到生活中 却是很低的标准 没有什么见证 甚至成为负面的见证 会绊倒别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 自己没有见证 没有能力 可能是因为 我们生活中 这些小事情上 破口太多 没有活出 神喜悦的标准 没有活出 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记得赵忠泉牧师 有一次在劝勉 这个年轻青年团契的时候 就说 基督徒就是 别人能做的事 你们不能做 别人不做的事 你们要去做 这样你们才能得着 圣洁得着能力 不然我们跟不信的人 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要活出天国的法则 神喜悦的标准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做给人看 而是要做给神看 就是圣经里所说 我们行事为人 要对得起主 所以我们应当 人前人后 都是一样的标准 有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甚至被人认为是很傻 或者是嘲讽你 但是当我们持续地改变 持续地愿意讨神喜悦 神就会让我们的好行为 会彰显在人的面前 为他做荣耀的见证 也为我们传福音 做好一个预备 有一位弟兄 在信住以前 他是公司的一个活跃分子 在哪方面活跃呢 就是他们中午 总是一群中国同事 一起吃中午饭 互相开玩笑逗乐 他是其中 最能讲黄色笑话的一个 就是搞气愤的 所以他是活跃分子 但是信住以后呢 他就觉得再这样讲 神很不喜悦 也误会别人 跟基督徒的身份不符 不荣耀神 心里不平安 后来他就不讲了 那这些同事呢 就很吃惊 甚至有些嘲讽他 因为他一直以来 那么多年 都是那样一个人 大家期待他 就是这么一个人 结果他突然 不仅不讲黄色笑话了 还开始吃饭祷告 吃完饭开始看圣经 然后开始在同事中间 来传福音 所以他就是 不顾这些的嘲笑啊 就是祷告神给他力量 持续地能够这样做 持续地能够讨神喜悦 就这样做 后来慢慢地 大家也看出 他是很认真的 也开始尊重他 甚至有同事呢 私下来接触他 有一位同事 他家里面有人生病 就找到他说 知道你是基督徒 你能不能上我们家来 为我这个亲戚来祷告 那他就去到这个家里面 给这个病人祷告 也借这个机会 把带领这个病人 和他的同事就都来到教会 信主受洗 进入他的小组 所以马太福音 五章十六节说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 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菲利比书二章十五节说 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尾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所以我们的好行为 当神把他 显在人前的时候 就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 也就是我们所 传的福音 能够表明出来 将福音活出来 那当人看见 我们的行为 好行为的时候 是称赞 你这个人是个好人呢 还是将荣耀 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呢 如果别人 根本就不知道 你是个基督徒 当然不会归荣耀给神 根本不知道 你的好行为 是与你的信仰相关的 所以我们口传福音 和活出福音 活出见证 是缺一不可的 是相辅相成的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有人说 哎呀我从前 我现在想起来 我从前有个朋友 或者邻居 他人很好 但是很多年 我都不知道 他是个基督徒 或者他从来 没有跟我传过福音 要不然我可能早就 认识主了 所以罗马书十章 十四节到十五节 说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 何等加美 所以今天我们说 我们是做 神和人之间的祭司 祭司就是把人 带向神 把神的救恩 带给人 当我们有好行为 而不告诉人 这是因着耶稣 我的改变的时候 你就是把人 带向自己 人最多就说 你这个人 真有道德 真有修养 我们做祭司 就是要把人 借着我们 带到神的面前 让人来认识神 认识福音 改变人的大能 我以前在国内 认识一位 从美国去中国的 就是大学的外教 他当时 七十多岁的年纪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递给我一张 他的名片 我一看上面 第一行就印着 ambassador 我一想 他在大使馆工作 再一看 他写的是 ambassador of God 原来他的意思 就是神的使者 第二行才印 某某需要老师 某某这些 其他的头衔 当时给我一个 很深的感触 传福音是我们的天职 也是我们属天的职份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首先是一个 侍奉神的祭司 是上帝的使者 这应该是我们 名片的第一行 其次才是 你在世上的工作 那是你的副业 所以传福音 是我们的天职 应该成为 我们的本能 今天我们弟兄姐妹 可以想一想 你在你的小区 住了几年 你在你的公司 工作了几年 你周围的人 都知道你是基督徒吗 你把福音都传遍了 你身边可接触到的人吗 在我们认识的人中间 你的好行为 会有助于你 领人信主 因为你平常的生活言行 是正直的 是让人信服的 已经为你的见证做了 已经为你的信仰 做了美好的见证 你要做的就是 只管顺着神的感动 把福音传出去 同时生活中 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 偶遇 其实是神很奇妙的安排 看看我们是否能够 认出来 能够抓住来传福音 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 物要传到 无论得时不得时 所以无论你觉得 这个时间怎么样 无论得时不得时 物要传到 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 求神给我们一个 天天有预备的心 当我们出去的时候 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智慧 把我们每次遇见人 当作是传福音的好机会 不要害怕失败 广泛地 播撒福音的种子 总能够收获 所以我们经常讲一句说 要把天国之网 撒向水深之处 水深之处 就是人多的地方 有人的地方 所以基督徒 不应该是孤僻的 避世的 不愿意接触人的 过自己小日子的 而是非常入室的 积极的 在各样的场合和人群中 来寻求传福音的机会 我们常听到 回国的弟兄姐妹 能够抓住机会 来传福音 成为美好的见证 有一位姐妹 她很不喜欢 亲朋好友同事 请她吃饭 经常拒绝 她不喜欢这种场合 那有一次 神就提醒她说 为什么不把这个 当作传福音的机会呢 她就跟请她客的人说 你请我吃饭可以 但是你要给我时间 分享我的信仰 我的见证 因为别人都知道 她是基督徒嘛 你不让我讲 我就不去吃 后来这样呢 她就得以在 好几个吃饭的场合 分享她的见证和福音 也领人信住 还有一位弟兄 他知道 现在在国内的 卡拉OK唱歌房 现在也有 小敏的赞美诗 可以点唱 所以他和他的朋友 去唱歌房的时候 就专门点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生命的和 这些诗歌 这朋友都觉得很稀奇 他就借着这个机会 向他们传福音 也是有很好的这样的效果 所以神会常常赐给我们 一些机会 一些智慧 让我们能够有 传福音的机会 我自己也感谢神 神也一直给我 有传福音的心 能够把握住一些机会 就是 有一次 以前 就是有一次参加 那个儿童 孩子小的时候 参加图书馆的 儿童的活动 有一次老师就让 这些家长和孩子 坐在一圈 就问说 孩子们 寒假有什么计划呀 我的孩子就说 他要去演节目 那我就看到 当时有很多妈妈 都注意的看 我就说 有教会的圣诞晚会 所以孩子大人 都要演节目 那就感谢主 活动以后 就有妈妈来 问我教会的活动 后来就带他来教会 他就带他的亲戚来教会 没想到 他的亲戚一家呢 后来反而信主受洗 比他信的还要好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 一个人的背后 神还有预备 有多少的惊喜 所以很可能 你传到一个福音 背后有一连串的 福音的传递 那我有一段时间 以前在北温的一个 就是码头的那个快餐 中国的快餐能打工 有一次我去上班 就在天车站 就遇到一个中国人 他就问我路 我说那我们是同路的 那就一起走吧 他说他刚刚来温哥华 没有几天 完全不知道东西南北 他要去面试 我就告诉他 你要怎么走 然后我告诉他说 你面试回来 其实经过 我打工的那个地方 到了中午的时候 我感谢神 就是上午 我想着这个 这个人的时候 我也祷告 求神 能够让他回来 当然我不确定 他会不会专门 回来给我打招呼 感谢神 他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就回来 他很高兴 他说他面试 非常的顺利 他要感谢我 所以他来给我 打个招呼 那我就看到是中午 我就花钱 给他买一份饭 我说我们就一起 聊一聊 如果你不着急 我们就 就是有点时间来聊天 我就跟他介绍 有教会的活动 有小组 就邀请他来 那那个星期五 第二天星期五晚上 他就带他的太太 他的孩子 就全家都来到 我们小组 那就很快在教会 就是受洗信主 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 也因着工作的兴致 能够接触到很多人 比如你是做房屋买卖的 你是做保险的 你是做会计的 等等 都有很多的 传福音的机会 我们的教会 有一对夫妇 是上门 给别人做清洁的 那每次做完呢 他都会留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圣经中间 祝福的话语 和教会的介绍 联系方式 如果有机会 如果这个房主 刚好在家 也同意的话呢 他还为这个房子来祷告 为这个屋主来祝福 神非常来祝福 她的这个生意 我们中间 就是我也想提到 苏散姐妹 因为她家里面 是做这个家庭旅馆的 能够接触到不少 其实是短期 在她家中居住的人 不是长期的房客 可能就住十天八天 但是我们经常在看到 就是苏散姐妹 会带一些 她的房客 她的租客 能够来到教会 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 这个人 他是不是就 立刻地能够信主 但是我们看到 苏散姐妹 他一直地 能够就是 有这样的朋友 有这样的人 他就能够带到教会 让神有动工的机会 让这个人 因着住在他们家 有能够认识神的这个机会 非常感谢主 今天上午我们参加 王强弟兄的这个追思礼拜 我听到他的一个见证之一 我非常感动 就是讲到说 当他已经做完这个脑瘤的手术以后 就是已经是病后了 病后 那他经常跟他的家人一起散步 有一次就在散步的路上 就碰到一对中国夫妇 那个男的 也是一个光头 然后头上有疤 他立刻就知道 这个人是跟他做过一样手术的 脑瘤手术 他看得出来 所以他们就上去 跟他们认识 跟他们传福音 那后来他们就分散了 可能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那分散了以后 他就 他就一直对这个人有负担 所以他就特意地 常常地跟他太太 在同一条路上散步 就走 就是希望还能够碰到他们 结果就是有一段时间 都没有碰到 但是他还不放弃 他就在那一段路上 的那一排的那个house 就挨家去敲门 就是想找到这一对的夫妇 就是 结果也是找不到 但是他还是不放弃 我真是很感动 他就祷告 那后来就在这个 又是还是在这个路上 就又碰到了这对夫妇 又碰到了以后 他又抓住这个机会 他就请到刘牧师 和另外的弟兄 就几家人一起到他们家 去做客 去传福音 后来他们就信主 所以 真的是非常感动 我就是 王强弟兄 就是在他的病后 自己很虚弱的时候 在这样艰难的 这个状况里面 而且是 其实在人看来 已经是要放弃的 但是还是那么地执着 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我想像这样 传福音的事情 可能我们在座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或多或少都有 经常也在经历 那家人教会 感谢主 十几年来 一直是一个 非常能够传福音 能够执行 大使命的教会 包括我们重生堂 2013年成立以来 也做了很多的 福音的工作 那去年 教会进入内在生活以来 我们要补足 这个内在生活的短板 所以我们花了 很大的力气 补足内在生活 可能也是因为 这个重心的转移 所以无论是教会 还是个人 在福音工作上 显得有一点重视不足 但是感谢神 他今年就是 及时地来 重新地平衡我们 他借着Bob牧师 来传讲 说我们不仅是 心腹要爱主 我们还是仆人祭司 要服侍主 传扬主 他也借着陈牧师 提醒我们 我们要天天进入 蔓内 天天出到营外 所以整个教会 现在是一个 重新恢复 重新的平衡 重新来 重视大使命 福音的工作 要不然 其实我们心腹 也做不好 只能成为一个 自我中心的小妹 雅歌书前两章 当这个心腹 还是小妹的时候 他就只想 在蔓内享受神 当良人来邀请他 说起来 我们到葡萄园去 他就拒绝了 不去 说主啊你去吧 然后他就失去了 主的同在 到后来 心腹逐渐成熟 他就主动地 对良人说 来吧你我可以 往田间去 往葡萄园去 看看我们的石榴 怎么样 葡萄怎么样 就是我们的 这个时候 他已经知道了 主的葡萄园 就是他的葡萄园 是良人和心腹 共同的产业 所以我们要 天天进入漫内 我们要天天 出到营外 漫内 营外 都有神的同在 我们要进入 主的葡萄园 进入主的河场 为主来抢救灵魂 我也感觉到 神的恢复 从我身上也开始 我最近 就是看到新朋友 心里又开始燃起 以前那种 传福音的那种 迫切和那种的火热 所以神的恢复 也要在我们的中间 所以在营外的 社会生活中 我们要过一个 有见证的生活 要活出福音 要传扬福音 领人归主 第二 我们在营外 要过一个 不怕受苦的生活 受苦包括 因为信仰 因为实践信仰 所受世人的嘲讽 排斥 侮辱 和在实际的 政治 经济 社会生活 各个方面 包括性命上 所受的苦难和损失 从耶稣时代开始 信仰实践 从来就不是在一个 到处鲜花掌声的环境 而是要付出代价 要受苦的 整个世界的体系 是与神为敌的 圣经里说全世界 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那在漫内 我们不会受苦 但是在营外 在世界上 我们会受苦 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 圣经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彼得前书 四章三节到四节 好 请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往日随从 外方人的心意 请协定 恶语 罪手 方言 群义 并和无法 他们是从上 受受精读 他们在这些世上 见你们 不与他们同分 那荒荡 孤独的路 就以为国外 毁晃你们 好 下面一节 约翰福音 十五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 请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 恨你们已先 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 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你们要纪念 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仆人不能大过主人 你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 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所以一直以来 与世俗为有的 就是与神为敌 所以当世界 因着我们的信仰 来恨我们的时候 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我们不属着世界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 道德等等 各个方面 我们是不一样的 现在越到末世 这样的情况 就越来越明显 这个世界 现在正在把神 渐渐地从社会 法律 政治 经济 教育 方方面面赶出去 所以基督徒的处境 会越来越艰难 大家不要认为 这些事是发生在 穆斯林国家 或者是共产国家 不是的 大家不要认为 北美是一个信仰自由的 不会受苦的国家 这种情况 已经在悄悄地改变 以同性恋 这个事件的演变 作为一个窗口 我们就看得出来 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意味着 所有不赞同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 就是违法的 就是说给同性恋者 法律权益的同时 剥夺了不认同同性恋的人的 法律权益 简单来说 就是 它是这样一个演变 就是同性恋者一开始讲说 请你们接受我们 后来演变成为 你们必须接受我们 到最后变为 你不接受我 你就违法了 所以当你以基督徒的立场 来发出你的观点 就成为歧视和仇恨了 就违法了 所以我们已经 渐渐没有不同意的自由了 所以基督徒的信仰自由 和言论自由 正在被剥夺中 我们举几个例子 BC省 大家都知道这位老师 BC省的公立学校的优秀教师 也是基督徒 Chris Campbelling 因为他不同意 在他的教学中 被加入同性恋的内容 而被起诉 最终08年 被吊销教师的执照 最近有好几个基督教的团体 和天主教的团体 因为不肯出让教会场地 给同性恋者来活动和party 而被起诉 BC省有一位公务员 因为拒绝为同性恋者证婚 而被解除公职 被开除 火湖浏览器的总裁 就是这个我们用的 Mozilla那个 火湖浏览器的总裁 他曾经捐款1000元 支持一夫一妻的传统婚姻 遭到同性恋者的严重抗议 被迫辞职 美国 最近我们在微信上看了 美国俄勒岗州的这家 甜美蛋糕店 因为拒绝为一对 女同性恋者的婚姻 做蛋糕 被告上法庭 后来判决 他们歧视同性恋 违法了 所以判处13.5万元的罚款 而由于担心受到波及 与他们有生意来往的人 都中断了跟他们的合作 使得他们不得不关门 那这个判决出来以后 这对夫妻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很有代表性 他们说 最后的决定出来了 我们被罚款13.5万美元 用于支付对方的心理伤害 我们当时只是说了一句 不愿意参与同性恋婚礼 根据俄勒岗州这样的判决 完全剥夺了 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们既没有宗教的自由 也不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我们不会因此被迫沉默 我们所坚持的是上帝的真理 上帝的话语和自由 这是每一个美国人 都应当享有的 在上帝与人面前 我们选择顺服上帝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即便因此一无所有 为了我们主的缘故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上帝为了我们 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他必会赢得这场征战 从这些话语中间 我们没有看到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仇恨 看到的是当一对敬前的基督徒夫妇 他们的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 他们对神心存敬畏 为着信仰的缘故 选择做正确的事情 应可受损失 也不愿意妥协和得罪神 今天我们有一些基督徒的信仰 给自己设了一个 一个线 一个line 就是我的信仰就是 信主信到不受损失为止 给自己设了一个线 在他们的观念里 信主就是要来得祝福 就是要来得恩典 生活要越来越好 让我为信仰受损失 受逼迫 这跟我来信主的初衷完全违背 我不能够接受 所以挑战一来就很容易放弃主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的内心是愿意遵守主的道 但是却因着惧怕 常常陷入软弱和妥协中 然而越到末世 这样的挑战会越来越多 基督徒会被逼着 一定要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表态 来做出选择 没有人再可以用魔灵两可 灰色地带 中庸或者逃避的态度 来面对这些实际的选择 当宗教的自由渐渐失去 为主战利会受到逼迫 甚至牢狱之灾 你会选择沉默吗 当末世要盖兽的印记 植入人体的芯片 不然就不能够做买卖 使你的生活受到极大的损失 你会妥协吗 当ISIS的枪面对基督徒 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 你会否认主的名为了活命吗 这些事大家不要觉得 离你好遥远 根本不在我今天平静的生活当中 在末世 这些事情正在加速度的 很快的发生 我们应该在这些事情 还没有发生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能够多多地来想一想 多多地来开始预备自己的心 在今天的生活中 小的挑战 小的逼迫中 来持守主的道 预备好自己 有一个愿意付代价 能够为主受苦的心志 不至于在大灾难挑战的面前 惊慌失措 完全没有预备 有一位姐妹 她在公司经常会有一些的 中国同事 在中午一起的吃饭 他们经常会有一个主题 吃饭的主题 当同性婚姻通过以后 有人就提议说 我们就为了庆祝同性婚姻通过 而吃饭 当这个主题 她就思想斗争 因为她平时也是一个 不太敢表达自己观点的 也有惧怕的人 她就思想斗争 感谢主 最后战胜心里的胆怯 她就大胆地在微信群里面 表达自己的立场 当时就有嘲讽的声音出来 针对她 但是也有同事说 我认同你的观点 那这位姐妹就分享说 当她把自己的观点 勇敢地表达出来 她说她忽然就轻松了 当表达出来以后 觉得也没有那么可怕 魔鬼往往是利用我们 惧怕的心理在压制我们 惧怕世人的嘲讽 排斥 侮辱 惧怕被称为基督徒 基督教狂热分子 怕被孤立 怕受损失 所以圣经中八十多次提到说 不要惧怕 或者不要怕 圣经上说 我们要单单地敬畏和惧怕神 而不要怕世人 诗篇一百一十八篇说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耶稣也说到 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所以我们要单单地敬畏和惧怕神 基督徒真正的勇敢 并不在于武力或者蛮力 而是靠着神的恩典 而有的内心的力量 去实践信仰 不因外在的压力 逼迫 或者所要付的代价 而惧怕软弱 态度是温和的 原则是坚定的 内心是勇敢的 同时 刚才我们讲到 主是在迎外与我们同在的 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 放在心上 在迎外 主是与我们同在的 西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 刚才我们读的核心经文 第二句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要分担主所受的凌辱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受到各样的逼迫 患难 最后在十字架上受死 所以我们今天 跟我们的主 也是要预备走 同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我们记住 一方面我们 一方面我们受苦的时候 是在分担主所受过的苦 另一方面 我们受苦的时候 主也在分担我们所受的苦 主是在我们的身边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够奇妙地 在患难中 在营外的生活经历他 大家都知道 在旧约里记载 但一里在狮子坑中的事迹 和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在火摇中 这两个事情 都有象征性的寓意 整个世界都握在 那恶者的手下 整个世界就像一个狮子坑 像一个火摇 但一里虽然被扔在狮子坑中 但是神却封住了狮子的口 使狮子不能够伤害他 这是神超自然的搭救 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被扔在火摇中 但是王却在火摇里 看到第四个人 脸面好像人子 神并没有阻止王 将他们扔入火摇中 他们实际的 就是被扔进了这个苦难 但是神却在火摇中 在苦难中 亲自与他们同在 而且施行了超自然的拯救 有人想说 神根本不应该 让他的孩子遇见苦难啊 当苦难快要来临的时候 主就赶快要把他挪去啊 但是神很多时候 却允许他所爱的孩子 进入苦难中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神在苦难中 要试验我们的信心 彼得前书一章七节 说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字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神爱我们 他与我们同在 他往往会开出奇妙的道路 来搭救我们 叫这个苦难的经历 成为荣耀神的好机会 但是 神向我们所要的 乃是但以理三个朋友的回应 他们说 我相信我们的神 必然会救我们 计或不然 我们也绝不败偶像 真正的信心 就在于计或不然 这四个字 不是说神必须救我 不救我就是不爱我 我就要弃绝神了 而是说 如果神救我 感谢赞美主 计或不然 即使神没有按我的心意救我 我也感谢赞美主 我相信神是爱我的 神是没有错的 祂的旨意是最美好的 比如 在基督徒患癌症的事例里面 有神奇妙的医治 比如我们听到 李辉姐妹的哥哥 得医治的美好的见证 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也大大的荣耀了主 但是也有 无论如何祷告 神都没有医治的 也成了美好的见证 荣耀主 也荣耀了主 前几天我们在微信里看到 那个叫 欣为姐妹 还没注意到 就是有很多 领养了很多孤儿的 欣为姐妹 得乳腺癌 那个神没有医治 他过世以前的 一个见证的食品 非常的荣耀神 今天我们去参加 王强弟兄的葬礼 也是这样 我真是 我真是知道 圣经里为什么 让我们能够去 需要去参加 这个 往 这个 有丧事的人家去 而不要 就是 而多过去 艳乐的人家 因为在这样的场合 真的是我们的一个 生命的一个反省 一个洗礼 这个 整个的这个 葬礼 非常的荣耀神 这个见证 不仅是对 非信 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有很大的震撼 包括对于我们今天 已经信主的 我们弟兄姐妹 也又是一次的震撼 也是一个信心的 一个坚固 当我们听到里面 他的见证 包括刚才脚踏传福音的见证 还有刚才 土海丁永也提到 他在最后 还有一张照片 他在床上 在举着手 在赞美神 到后来 他就是 不是最后 就是后来的前妻 他就是 不太能够说出话 但是 他在昏迷之中 他听那个 牧师的讲道 或者呼召的时候 他就会突然地 哈里路亚阿门 到最后 弥留之际 听到牧师的祷告 他都会握紧 这个牧师的手 所以这一些 真的是给我们 包括他的 亲属的这个见证 这个分享 包括弟兄姐妹的 见证和分享 就是讲到 他在 不仅是在他 这个 就是 健康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来服侍主 怎么样刚强 尤其是他在 患病以后 他如何的服侍主 如何的刚强 如何的信心 不摇动 反而他还安慰弟兄姐妹 安慰他的家人 所以真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神 非常的荣耀神 这样的一种盼望 这样的一种平安 而且我觉得这是 那个 那个 葬礼师 他选的这首诗歌 是我第一次听到 在葬礼上选这个 是新耶路撒冷 讲到新耶路撒冷 我们要 永远在一起的 这样的美好的 这个盼望 所以疾病死亡 不能够将基督徒来打倒 所以这样的信心 他本人的 他亲属的 这样的信心 这样的荣耀主的 就是最能够堵住 魔鬼的口的信心 魔鬼不是对神说吗 约伯爱你 只是因为你祝福他 你把他的祝福拿走 你把他的健康拿走 你看看他会不会 当面就弃绝你 不要说性命了 所以在末世 各种的艰难中 神 他会神迹般的 搭救很多人 但是 也会有人 要为主 来大大的受苦 甚至殉道 都是有的 菲律比书一章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说 无论是生 是死 总教基督 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 就是基督 我死了 就有益处 中国有句老话说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死是苦难的极致了 当我们有这样一个 决断的信心 愿意为主 来付任何的代价 直至最后生命 付上 都是心甘情愿的 魔鬼就拿你 没有办法 连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呢 这样我们就在 任何的环境中 能够站立得稳 能够得胜有余 但是我们 如何能培养 这样大的信心呢 一个人的信心 不是一步就跨到 这么大的信心的 所以我们在 大的考验 大的试炼来临以前 要在生活中 小的考验 小的试验上 要开始愿意付代价 为主受苦 有吃苦的心志 立志要过 讨神喜悦的生活 我们举一些生活中 很常见的事情 比如说金钱奉献 是一种实际的付代价 付代价 因为你奉献的钱多了 你留下的就少了 你是能够欢喜快乐地来奉献 相信神会祝福你 使你一无所缺呢 还是你要为了维持 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出于不安全感 要为未来来自己来积攒 却在给神的奉献上 始终软弱 有破口呢 时间的安排 也是一种付代价 这个时间我可以去休闲 我也可以去加班 或者再打一份工挣钱 我却愿意放在神的家里 放在神的面前 放在服饰里 这也是一种实际的付代价 今天我工作的时间和兴致 是否要牺牲神 妥协 向世界妥协呢 以前有位弟兄开杂货店 前店主就告诉他 说你开这种店 只有要兼卖色情杂志 烟和彩票才能有利润 否则你赚不到钱的 所以他就面临这样一个挑战 是坚决不考虑 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相信神会有丰富的供应呢 还是像世人一样 神不赚钱就去做什么呢 把神抛在脑后呢 感谢神 我们这位弟兄得胜了 我们也听过一位做会计的姐妹 因为不愿意做假账 被下放到仓库做保管员 损失了经济 世人觉得他很傻 很失败 但是在神的眼中 他却是得胜的 是蒙福的 那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见证 我很愿意 我特别喜欢分享这个见证 就是有两位学牙医的 两位的弟兄 他们在国内 就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 然后到了北美以后 又在同样的 在这边又读了牙医的博士 他们的英语水平 他们的技能 他们什么都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在 就是在教会 都是受洗信主的弟兄 那他们毕业以后呢 就面临着要去到 就面临着自己要工作 那他们就面临着一个挑战 因为牙医这个服务行业 它的周末呀 包括一些晚上 尤其是周末 是需要去工作的 那这两个弟兄呢 就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第一位弟兄 他就讲到说 因为我才刚刚 因为我背了将近 十万块钱的学生贷款 而且我刚刚开始 一个人都不认得 如果我这个拒绝 那个拒绝 那我根本就积累不了客户 我什么时候才能 还完这个贷款 所以他就 因为我们都非常熟悉 他就说 我相信神会原谅解我 教会也会谅解我 等我打好一些基础 等我这个 就是基本上 可以自己来安排 我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时候 我再回到教会 我心里有神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弟兄 就完全的不同 他那个时候 正在门徒培训 他那个时候就听到说 要把神摆在第一位 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的事情 神都会祝福你 所以他就一开始就画着明确的一个line 他就给他加盟的那个 牙医诊所的那个老板就说 星期天我不开诊 那么我的星期天是这样 我是不接受病人 我的星期五的晚上 我只能工作到极点 如果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 我会提前打招呼 我是需要换班的 所以早早地就讲好 那他的老板就为他担心 就是说 那你这样子 就替你担心吧 那这个时间就度过 他们都在就是往前走 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是非常真实 我们真的是跟他们一同走过 我们一同看着这个两个家庭 第一位的弟兄 他虽然是24小时 7天都available 什么样的 我都可以随时扩就去 然后我就可以坐在诊所等 但是他的客人就是越来越少 他的病人就是越来越少 到了 过了一段时间 他不能够独立的 就是不能够独立做牙医了 他就做了assistant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将格 对他来说 后来又到 后来就是我们最后一次 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就是跟我们告别 他要去到北部 再去上一个牙医的一个 他的一个叫什么 一个学位 就是说他因为他在这边的开业 就是很艰难 所以他就觉得这边竞争太多了 他到北部的一个城市 再打算去再去学一个 然后再到那边去开业 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再 听到他的消息 但是他的太太 包括他的孩子都很愁苦 因为他已经有那么重的负担子 而且他已经拿到了 牙医的博士 已经没有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其他好学的了 所以不管不知道 为什么他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就离开他 觉得温哥华的无法生存 那我们另外的一位 这个另外的第二位的这个弟兄 就是很奇妙 虽然他 有给自己画了很多 为神持守的这个界限 但是在他可以工作的时间里面 神就祝福他 让那些的客人都成为回头的病人 非常的 就是都能够来找他 他的业务量非常的满 所以后来他就在Richmond 在温西 在本那比都有他的诊所 所以神非常的祝福 所以我们这是真的跟随他们 你是一天两天 你真的是看不到 但是你一年两年三年 你真的就是看到了 这条道路的不同 这条道路的不同 但是这位第二位的这个弟兄 他真的是付代价的 因为他当他走信心道路的时候 没有谁保证他 一定会以后会非常的好 他就是不管如何 他就是先付代价了 所以神的祝福是跟在后头的 这叫事前的信心 所以他那个时候真的是付代价 而且他有在一段长的时间 神也试炼他 因为他不是一下子 这个客人都来的嘛 他一开始也是有很清淡的 这个时候的 所以这个见证文 真的是盼望弟兄姐妹来看到 这个不同的这样的道路 为主付代价 但是最终是荣耀神 而且也得神的祝福 那今天在国内的大环境中 做事情做生意 其实也是遇到很多的挑战 走后门拉关系 弄虚作假就是你的本事 用各种手段 只要赚到钱就是你的目的 所以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中 怎么生存呢 就像但以礼到了外邦 要不要吃外邦国王 供给他的大鱼大肉的膳食 而被同化呢 他们最终只吃白水和素菜 他这个是一种表明 表明他是靠神来养活他 他吃白水和素菜 他说请王让我们就吃白水和素菜 看看我们最后和其他那些 吃王膳食的人对比一下怎么样 那靠着神的恩典 后来比吃王膳食的那些人还要强壮 所以在国内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工商团契 立约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要坚守神的原则 即使在中国那么不容易的环境下 坚守神的原则 来做生意 要蒙神的祝福 有很多美好的见证 没有时间一一地分享 包括我们今天的孩子们 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了以后 进入到大学校园 进入到各样的校园 如果他们不跟别人一样 听世俗的歌曲 做世俗的打扮 甚至去尝试世俗的娱乐 或者生活方式 很可能会被嘲笑成老古板 被排斥 被取笑 而且这些东西对年轻人来说 是很大的挑战 年轻人特别 就是这种同辈的压力 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的 有没有开始预备孩子的心 来不惧怕这些压力 开始愿意为主付代价 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所以坚守原则 坚守信仰活出神的原则 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是要付代价的 然而奖赏是很大的 虽然妥协 软弱 看起来有意识的利益 看起来很安全 但是至终就要付更大的代价 路加福音十二章九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九节说 我又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不认他 被神不认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所有的一切都化为泡影 你说我并不是不认耶稣啊 我没有不认主啊 但是你知道吗 人的行为和他的心理 都有一个滑坡效应 就是今天 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 开了一个口子 今天这件事情 我无法得胜 那明天在那件事情 我也容易妥协 后天在另外的一件事情上 我也容易软弱 今天可能还有良心的谴责 圣灵的责备 明天就开始心理变硬 为自己来找理由 来合理化 所以就会越来越滑坡 越来越软弱 信心越来越小 那么当大的考验来临的时候 一定是站立不住的 你想一个学生 如果他平常的小测验 在学校的小测验 从来都不及格 你怎么能够指望他 在期末考试 或者高考的时候 突然发挥水平 超水平考得很好呢 一个人在大的考验 来临的时候的反应 一定是平时生命的积累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注意 一个人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见证 就是这个人 在大的考验来临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 一个荣耀神的一个见证 或者一个失败 但是 这是在平常生命的积累 到了大事情来的时候 的一个自动的反应 所以平常的积累 是会成为你大的考验 和大灾难来临的时候的 你的反应 启示录 对于那些软弱的 妥协的基督徒 有着极其严厉的警告 说到 如果我们在今天的 软弱妥协中间 不后不悔改 我就把你的灯台挪去 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去 等等等等 但是对于得胜者 却有很多很大的奖赏 你们要穿白衣 你们要在神家中做柱子 你们要与主一同作席 要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 要一同作王 一同得荣耀 等等等等 所以今天 弟兄姐妹 当我们出到营外 今天你从教会走出去 你就立刻就到了营外 当我们在营外 受各样的挑战 艰难 苦难 的时候 要特别记住 下面这一节宝贵的经文 格林多后书 四章十七节 请我们一起来诵读 请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阿们 与神宝贵的同在 神的喜悦 以及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和奖赏相比 今天所受各样的苦楚 都是至赞至轻的苦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 还有气息 尤其我们在真的是参加完这个安息礼拜以后 我们真的是今天还有气息 还存活 感谢神的恩典 要在我们的生活中 要开始预备 当我们每天来到营外 面对各样挑战 各样试炼的时候 当我们为了信仰 为了我们的主 要付上一点代价 吃一点苦的时候 让我们感谢神 所赐的这些机会 让我们在末世 诸多大灾难 还没有来临以前 还有机会可以锻炼属灵的肌肉 锻炼我们宝贵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看出 这些是神化妆的祝福 是要带我们通往荣耀的道路 让我们在营外 与耶稣一同受苦 也与他一同得荣耀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灵 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说当我们活着 还有气息的时候 我们在地上要向着标杆直跑 主啊 你就是我们的标杆 你就是我们的榜样 主啊 你是那谦卑服侍的榜样 你也是传扬天国福音的榜样 你更是受苦的榜样 主啊 今天我们要来立定心智 走这条与你一样的道路 在营外服侍 受苦 活出见证 活出荣耀你的生活 主啊 当你再来迎娶我们的时候 可以说我们是 爱你的心腹 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是得胜者 那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和喜乐 谢谢主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